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半场在对于延迷复队而言 上半场他们丢了一个球了 所以说下半场他们究竟怎么样来 把目前落后的局面扳回来 很关键 我相信朴泰夏是不会愿意接受少输当赢的 而对于上岗这边来说 目前的1比0的比分对上岗以及上岗的球迷而言 应该才是个开始而已 随着主打扮的哨声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是开始了 上海上岗红色球一从画面的左边向右边进攻 延边复得 白色球一从画面的右边向左边进攻 上岗希望扩大比分 而延边则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能够找到机会来给上岗的球门施加更多的威胁 看看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他们做的怎么样吧 一上来斯利夫在中路自己带球往前走 但这下对方的防守的员迅速的把防守的位置给卡住了 这下吹了金波的犯规 这个球斯利夫处理的还是有点毒了 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 要提醒各位精彩体育赛事就看PVTV智能电视 你也可以通过PVTV智能电视来观看我们 PVTV具体育的全部的比赛直播 演员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 我们也需要来观察他的整个的阵型是否发生了变化 上半场的时候呢 他的尼古拉江卫鹏和他的15号韩清松三个人是三中卫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进攻端前场还是留斯蒂夫一个人 相对来说可能更像一个541了 调台下教练可能还是想先把防守这一块先做好 之前开场的时候呢532是两个人顶在前面 现在呢顶在前面的经波也是开始更多的后撤 所以这样的话呢541的阵型相较于532而言 他依然更加强调的是球队在比赛当中主守的一面 或者甚至说是冲击量也就是对于比赛的控制 还谈不到对于进攻方面541能相较于532而言有什么样的提振 是的 也就把 在斯蒂夫身上了 因为现在呢 可能的 延边在得球之后都把斯蒂夫作为第一支点 而这下呢对方对斯蒂夫犯规让隐秘福德拿到了一个中场的定位球 长传给到前场 年面的进攻 看下半场开场还是太单一 中场休息的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上的调整 两边呢都还各有两个换人名额 从现在的这样的情况看呢 延边如果想换人 也要看看他的替补席上还有没有 合适的可以打出的牌 因为今年中超的这样一个政策呢 他最大的对球队的影响就在于 大家如果大大名单里有外援 那就肯定派上场 也就是说呢替补席上 没有外援了 所以 相对来说呢 派上替补可以调整的范围似乎会小一些 对于中超各队来说可能都会是如此 左边 上岗往底线走然后传起来这一次 哎哟 在 这次是在小禁区线往外一点的位置 上岗是完成了 一脚勾射 李文君 面对来球 用他的左脚 应该说他没有完全 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来了这么一脚 也是有点危险 对于沿边来说下半场比赛他们的门前依然是 比较的 有可能被上岗抓住机会的 这时候就看他们怎么取舍了 对票台下而言 确实在 短短的 五天之前 老乡 李章珠的球队在这被打了一个1比5 这是他不得不以以为界的 而整个的 下半场比赛看看这一次的机会 可惜还是啊 沿边队这下还是先被对方的时刻把这个球给处理掉了 沿边现在还是害怕 上岗前场的这个攻击群是 到目前为止 上岗的 可以说下半场开场这5分钟的时间 上岗的攻击群还没给沿边制造太多的麻烦 霍尔克啊 包括奥斯卡呀 下半场比赛都还没怎么带 没怎么突呢 现在沿边后场抢断以后 后背包的队人投球顶出来 因为队人拿到球以后 他和斯利夫之间的路线是唯一的 所以对方只要去封这条路线就好了 横着给 吴永春把球交给斯利夫 斯利夫再回敲一下 去中国 对方的防守队员把球拿到 打桥给到沿边的半场 里面队先回传给门将池文一 来之不易的拿球的机会 今天呢 现场的技术统计 控球率的数据 出来之后 不知道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也面对整个的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他的控球 恐怕估计跟上半场比赛相比 也差不了多少 上一场 也面对的控球 34% 其实说实在的 各个球队打法不一样 也有些球队依靠着30%多的控球率 就总能够 在比赛当中 克敌制胜 比如说当年 这个 有一个 号称中超几大惹不起 其中有一个惹不起 大概是一二一三年的样子 有一个惹不起 就是控球率 35%的顺天 但是对于延边而言 他们上一场比赛的 34%的控球率 从场面上来看 则是相当被动 上岗这边呢 又是在前场 完成了反抢 但这下 传球的过程当中的 两名队友没能够形成 第一时间的默契 被延面队还是抓住 他们之间 小小的配合的不默契 把这个球给断下来 金波把球交给斯蒂夫 斯蒂夫再敲给队友 池中果 池中果把这个球呢 是漏给了后面的队友 还有 在往前给的过程当中 被对方是碰出边线 延边的界外球 其实更多的下半场比赛 恐怕延边 需要去抓下半场 刚开始这段时间 上岗上岗 稍稍有那么一点松懈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制造一些机会 连边后场抢断 他有很多反击的机会 关键是这个反击的质量要打出来 是 被对方把球护出边线上岗的界外球 霍尔克把球拿到 迅速的给到了右边的 李文君 再传另外一侧 跟上来的队友一脚爆肝 这球呢是打偏了 霍尔克 这次 李文君也是看到了 霍尔克在 请不吝点赞, 还转发 打 exam,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 再次扩大比分 42分钟一个 56分钟一个 两个了 这个时候 赢边复得 就要好好考虑了 上岸上岗队 把比分扩大为了2比0 而这个球呢 蔡惠康在前场的抢断 是功不可没 这个球 距离球门已经是非常近了 本方后场这种丢球 是非常致命的 是 刚才那一下呢 野面队拿球的队员 应该说呢 稍有大意 蔡惠康把球断下来之后 在野面队的 本方的禁区里面 至少是有上岸上岗的 三个很合适的传球点 每一个点传出去 应该说 对于岩边的球门 都会是非常大的威胁 而 吴磊所跑出的位置呢 相对来说 更好一些 蔡惠康把球传给吴磊 此时此刻 野面队的方二乐园 已经是边长莫及 而门将 也是来不及做赛 外围 野面队有打远射的机会 这下被方二乐园挡出来 对于野面队来说 现在已经0比2了 他们上个赛 他们上个赛系啊 在这块场地上 是输了0比3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他们应该 多多的去寻找一些机会 哪怕他们更多的 把精力投入到进攻当中 可能导致自己 球门更多次的失守 但是 在这个时候 他们也该攻出来 我觉得现在野面 应该彻底的放开来了 是 尽管 放开打 有可能 增加他们后防的风险 而且这个风险 确实 可以说一旦他们后防 少几个人 就上岗这条进攻线 给他们后防的风险 那不是成倍的增加 而是几何级数的增加 是的 所以 对于野面队来说 确实 这个取舍 很关键 但是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 0比2的比分好看吗 还是去争取进球 去争取在比赛当中 能够有威胁对方球门的机会 会是更好的选择了 这个时候就看朴台下 朴台 朴台 怎么来做出选择了 左边 上岸上岗 到了底线附近 选择给回来 但这下传球的路线上 迎面的防守队员 候着了 前场又一次的丢球 直接大门 还好这下 池文一呢 是把球拿到 这球打了一个球门的圆角 池文一还是 注意力很集中 又一次的丢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在 延编负得更多的大举压上的情况下 宇海现在呢 可以说是体力充沛 他能够在上岗的快速的反击当中 寻找到更多的机会 朴阿斯这次坏人吧 他还是想持续的对延编这条疯狂点施压 是 古类打得很轻松 因为他只需要把球推向球门的左下角 对于 只需要把球推向球门的左下角 对于快速的反击当中寻找到更多的机会 朴阿斯这次坏人吧 他还是想持续的对延编这条疯狂点施压 是 宇海 左落 这下 延编队的防守队员下铲 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 诶 这个 给的是球门球啊 这下应该是延编队的防守队员下铲 没有碰到球 这是刚才的 上岗的第二个进球 好在呢 今天比赛当中 最起码啊 他们 拿到球之后 还是多多少少 能够跟斯利夫形成一定的连接 怕就怕 有的时候像上一场比赛当中 他们在个别时间里面 他前面的金城大以及金波 两个人跟他的中后场 已经有那么些许的脱节了 队友即便拿到了球 也找不到前场的那两名队员 所以 至少今天斯利夫多多少少 还能够跟中后场的队友 形成一定的连接 复欢 再给左边 奥斯卡 奥斯卡 马拉多夫 再给右边 复欢 这下没能够跟队友形成连接 开始接外球 上高 把他放满下来 不着急进攻 绿文君 今天全队平均跑动距离5.8公里 他一个人跑了7.3 今天在反击当中应该说他还是表现相当的不错 他的内力进球也是他自己跑出来的位置 达到的机会 在场上很积极 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 也要提醒各位 苏宁一购TCL超级品牌日 邀您观众超精彩赛事 扫码极有机会 赢取TCL彩电 买TCL上苏宁一购 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上岗呢 在左路拿球 奥斯卡 船到后点 这次的冲顶 没能够顶上 犯规了 小伙子 你怎么回来 这次的冲顶 准备 者 这次的冲顶 一回来 我 你得说 你不回来 我 你不回来 我 你不回来 我 我 浩克还有球权 进区内虽然被放倒 裁判还是没有表示 今天这个裁判看着样子 是不太会吹点球的 当然现在上赶2比0领先 不是特别明显的动作的话 我相信也没有这个必要 对裁判来说 是的 这个点球的确 咱们看到的昨天凌晨那场 欧冠的比赛 这个点球都是存在争议 包括我们看到西班牙媒体赛 自己评价 他们自己的裁判 也觉得这个点球 完全可以侮判 那么在明天晚上 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精彩赛事 包括上海绿地生花主场 对阵天津拳戒 明晚的16点35分开球 那么这场比赛呢 也是这一轮中超的另一个焦点战役 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 还将会有全明星足球周末 之足球快播的节目 今天晚上除了这场之外 其他两场现在全部是打平 对 苏宁对天津比赛 目前还是0比0 这边中间停球失误 哈迈多夫 但是我们看啊 上岗队的这个集体上墙的意识非常强 虽然是丢球了 但是很快包括浩克 吴磊这些球员 马上往上压 让这个延编赋的即便在后场拿到球 也没有办法往前出 之前我们看到一些记者采访 上岗这些球员 他们也说到 这个赛季他们的训练 比去年要累得很累多了 是 教练的要求也比较细 而且强度也比较大 安里克森是一个以排兵布阵 临场指挥建场的角度 但是在训练这个层面 其实相对来说 针对性不是很强 而且训练强度上也抓得不是很牢 所以上岗赛季的上岗 其实在很多时候 表现出来的这种竞技状态 并不能和他们应有的实力做匹配 当然赛季最后一段是 他们也发力追上来 本来是差点连亚冠资格都拿不到 而且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胡尔克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 你看现在已经踢到了 差不多快七分钟 他还是身体表现出来的 还是完全可以再踢 二十分钟那种状态 很兴奋 之前因为伤病 他打打停停 一直没有能够把状态调到最后 而上岗再之前引进的 像吉安这样的球员 也是伤病不断 没错 这个球是在变线球制出来之后 有万元人数的限制 加上后防线上 实际上它这个可用的人 确实比较少 其实他们呢 当时可以选择 后防线上 实际上它这个可用的人 确实比较少 其实他们呢 当时可以选择 选择用这个年轻的 把杨博宇卖给了苏宁 放走杨博宇 然后卖掉金钟柔 虽然引进了卡瓦略 但是很显然卡瓦略的出场 的概率会比较小 卡瓦略现在就只能靠这个 预复队联赛 和训练来保持状态 对 除非是其他外员 因停赛或者伤病 实在上不了了 可能卡瓦略才会有机会 当然除了贺冠和石科之外呢 上岗被中 包括这个球是踩了一下 虎尔克 双方打个招呼 还是比较友好 看到这个虎尔克 摸这个脚 大家都 可能上岗球没有心里 就咯噔一下 被踩了一下 但是踩在这个位置 其实要是不凑巧的话 真是有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伤 而且我们考虑到下周三 这个亚冠这场的对手分量 是 其实还是胡尔克的造派 之前也是两年胜 没错 转到中路 无雷想停球转身 但是球没有挺好 这边复欢 夹黄以后突进去 但是没有机会传中 今天岩边从防守的层面上来说 总体上来讲 它的层次感保持的还是比较好的 边前卫协助边后卫进行防守 然后到中间中后卫再来夹防 整体上来讲虽然是一直被压着打 但是整个防守阵型的保持还是不错的 刚才的两个进球 一个是浩克完全是个人 把这个两个人的联合防守给突破了 第二个是蔡惠康的上墙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仅从这个上岗队的完全的阵地战来讲 其实倒真的没有太多的机会 所以岩边负责这支球队 其实在他的防守层面 他还是比较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防守层面 他还是比较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再度抢回球权上岗 2比0领先也不是特别着急进攻 更多的是稳定一下场面 而岩边负责这边 也没有要压上来攻的意思 我们也看一下岩边队教练在这种情况下 会做什么调整 岩边队 岩边队今年其实从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从上岗当时完成了一次影员 杨世元 杨世元今天好像没有进入18人名单 是的 而且岩边队中 包括这个池中国 雀仁这些球员 其实之前也在上海踢过 在效力用上海身心 是吧 池中国他们来身心的时候 当时身心还在征抄 但身心降级了 他们就回沿边 沿边到打上来 这边 一路狂突 给到边路 看奥斯卡 传中二中间 埃哈迈多夫想做倒钩 但是可能也是 打到这个份上 可能体力不足以支撑 他做那样的高难度动作 奥斯卡 无雷 乌雷怎么踢 扯门了 但是打偏了 乌雷适应该是脚球 但残范给了一个球门球 这球倒应该没碰到 从这个慢进来看 埃哈迈多夫刚才这次人球分过 摄门次数 双方已经达到了 25比4 这也真的很悬殊 摄政是9比2 摄政次数相差是将近5倍 刚才看这个上岗这边几个核心球员的个人数据 埃哈迈多夫的个人身份姿势都已经不止四次 好像达到六次七次了已经 其实上个赛季中超到最后保击形势是席卷了很多球队 是的 这个赛季从目前来看 也这种事情很可能再次发生 几乎就是可能前六名的球队争亚冠 六名以后都在保击 去年有一个强队 鲁能的被磕到了保击圈 是 今年就不知道 而且去年北京国安其实一开始情况也不好 后来慢慢的追上来 关键是这两年中超每年会有一个球队从中甲上来之后 变成一个准豪门 对 去年是华夏幸福 今年是全剑 所以势必会有原来的这种中超的球队被挤下去 是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然我们中超没有英超这样的一个传奇 就是说有一个球队去年可以拿冠军 今年在保击 你是说你是在说莱斯特城吧 是的 我觉得这样的其实在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已经竞争的非常让人窒息的一个英超连赛里 是 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形 无垒 传组过来 这边直接打 哎呦 打了一个反弹球 要用林创毅换下7号无垒 这也是全场最后一次换人啊 上岗 留给了无垒 呃 看得出啊 把无垒换下去也是有意识的让他保留一下这个体能啊 接下去有压冠的比赛 呃 今天两个进球的队员全部被换下了啊 呃 另外一个赛场上传来一个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消息啊 山东鲁呢 依靠塔尔德利的进球现在反超了 2比1 所以今年从目前来看呢 这个 呃 我们说有希望国贯的几支球队里啊 是 目前看来上岗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对 因为苏宁呢 遇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 包括遇到了这个 红帕尔停赛 特谢拉的停赛 对 至少开局阶段苏宁会比较困难 对 这边 船中中间没有人争顶 但球还在上岗队脚下 浩克想玩个小花活 如果算上今天这场如果顺利拿下的话 上岗等于是已经在 两条战线里连胜了 对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拿下其实全面不大 年边也开始换人了 换下的是14号英比加兰 换上了19号 李浩 李浩 也是换下了一个外援 对 因为打完这一轮中超 对于大多数的球队球员来说是歇了 要歇到4月1号 这中间有亚冠球队有比赛 另外就是国家队有比赛 这个大概是严峻林今天为数不多的摸球的机会 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 这边 海海派多夫 这球踢在对方脚后跟上 没有踢过过去 这个研编队当中很多传统球员的名字跟韩国球员的名字非常相近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分不清谁是派员 谁是本土球员 是的 刚换上这名李浩 也相对来说也比较也属于比较年轻 其实这个年轻也是嘉颖号的 今年25岁 既然咱们中超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距离体育周中那次郝海东的节目里 当时郝董说的这个关于23岁以下的规定这个评价比较激烈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说的对 就是23岁的球员 你不能造年轻球员 在他踢球那个年代 包括在欧洲足球里面已经不算年轻队员了 是 23岁很多近战术已经都定型了 他的技术风格特点 我们看到传球次数双方也是相差 几乎一倍 一个600多次 一个300次 那这也比较多 对吧 对 只能今年来这么通过这种方式来还 这里吹了互翻的犯规 尼维亚南市南贯德国进口硬朗包装 深润保湿不粘腻 这边是上岗的球员受伤倒地贺贯 没有完全看清楚是怎么伤的 是和这个斯蒂夫在针顶的时候 被踩到了脚背上 知道这个球员穿的都是钉鞋 有些这个钉还是挺长的 这个脚背上踩一下 是的 而且关键现在这个时间 已经没有换人名额了 对 上岗已经没有换人的这种可能了 看这个贺贯能不能坚持到比赛结束 好像被担架抬出 看看什么情况 实在不行的 王春超可以往回收 打中位 那个前面让于海或者谁 撤回来打个边后位 从那个胡尔克和博拉斯交谈的情况来看 他们的确是有过之前的合作 是 非常熟悉的 博拉斯本身年龄也不是很大 不属于这种老教练 都是轻壮派的 所以跟球员之间可能更多的是 比较平等的一种交流 博拉斯之前戴切尔西 当时有一点 当时队员你说我们也不是很习惯 他年纪比拉帕德还小 对吧 拉帕德特里都比他大 当时很多队员你说 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主教练相处 因为他确实跟我们几乎是同龄人 是 是 罗这边 严编负德防守中对浩克的犯规 确实像这种个人能力超强的外援 真不好防 是的 而且 我们看那个贺冠现在好像还在场外治疗 能不能回到场地队现在不知道 但是毕竟比赛时间临近尾声 留给严编负德的时间确实不多 能不能 而且更何况现在他们依然还是处于一种被动方面 如果在多一人的这个期间 他们能够抓住些机会 也许可以改变一下比分吧 虽然不至于说改变这个比赛的最终结果 严编的门将 齐文宜确实表现不错 今天两个对球跟他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第一个球也是浩克传的 实在是让他很难受 出也不敢出 不打 球速又快 对 然后他虽然下地去封了这个列线路 但是没有封到球 而第二个球确实来得太突然 才回他们的上墙 在没人防守的情况下打了一个小短 这个守门员确实很难 没什么机会 还是没什么机会 对于延编富德来说 上岗的 虽然这批 哎 倒是这个球 吹了上岗队员在回追防守的时候犯规 还没多 最后的差不多加上捕食估计就五分五分钟时间 看延编队能不能抓住机会 直接打门力量是很足 但是都没过人强 这一球其实距离球门的范围 距离还是较远的 这边蔡惠康在脚球区附近护球 到外面 这边是 连编队继续获有球权 攻到边路 看船中 王生超将第一点给防出了 现在王生超还是收到了中位的位置上 斯蒂夫想脚底拉球过人 没有成功 但是球权还在他们脚底下进去那片混战 石科把球解围了 那是胡欢 刚才这一下 这边也面对最后阶段啊 利用上岗队暂时少一人的情况下面 发动了一波攻势 是的 点到中间 没有能够越过第一点 我们反正这一块在画面里没有看到这个28号贺冠啊 因为顶器贺冠站在中后位位置上呢是王生超 所以最后呢这个颜面也想发出这个机会啊 是功一功 能不能完成一次这个竞球 虞海是撤到了左边后背的位置上啊 哈麦多夫和蔡惠康在中间 所以小贵我们说跟那个第一场摇宁的比赛一样的情况 嗯 就是当你用23岁以下队员把一个换人名额 我们不能说浪费掉之后啊 对 到最后时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你要出现这种伤病 伤病情况的话 场外面就会出现比少打多 还是没有什么机会啊 颜边负责虽然是获得了一手打多的机会 但是 毕竟已经到了下本场最后时刻 商品补食也只剩4分钟 我今天至少我觉得颜边队今天梯队员是非常职业的啊 一直非常努力 也没有放弃比赛 到最后的这10分钟还在 谋球能不能打进一个球 是 浩克一个人 哇 这是连突了几个啊 但是最后那一传啊 颜边队当时应该是有 他是杀入了七八个人的重围之中啊 又来了 给到奥斯卡 还是浩克 浩克 拿球 加不住对方四个人防你一个呀 上岗 上岗少一人 这个前面就丢来外面 也没有人上来帮忙了啊 反正2比0领先不是特别着急 这个 到这岩边这边啊 总想了是不是能进一个球 还是斯蒂夫 斯蒂夫呢 感觉上就是毕竟身材偏瘦 在一些对抗当中啊 他并不能占到太大的优势 这是今天被换下场的球员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韦世豪嘛 就是咱们说今年连赛开始前 对 被租借回来的这个韦世豪 也是当年让人惊艳的一个年轻球员 对 在国庆队表现令人惊艳 目前看来这两场还没有这个得到上场的机会 没有别的机会 对 教练好像更愿意 可能我觉得博士豪还是考虑到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体系啊 所以他用了张华城 韦世豪上你说把谁放下来呢 是的 吴雷 这个浩克啊 埃尔克森 还是奥斯卡 没错 毕竟韦世豪是打前场的 在中国目前踢所有这种前锋位置的国产球员 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他们现在要面临的都是外援 是 这些位置现在基本都是全部交给了外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上岗应该是已经完成了一个五连胜啊 到目前为止 山东对恒大的比赛应该比分还是2比1 山东说实话 今年是挺让人意外的啊 赛季前都说他卖血卖肉卖灵魂光光卖球员有三个亿的进账 那其实因为我呢 从我侧面了解 我觉得山东其实并不是说我不想要成绩了 对 是因为马加特认为 态度让我满意的球员留下 有一些可能你们觉得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符合我的战术要求 或者态度要求的 把他卖掉 套现他觉得也能接受 对 所以从目前至少两场来看 而且山东的人才储备也是非常深厚的 他的清训是中超俱乐部里面做的最好的 比赛结束了 好的 全场比赛